衛福部王匹聖次長 余大蕾次長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陳新良總幹事 還有馬捷醫院蕭聰穎總事長 劉建良院長 還有即將上任張文翰院長 所有醫療團隊成員 各位貴賓 大家好 好 非常高興看到大家 也特別歡迎兩位來自烏克蘭的朋友 Mr.Kulish 跟Mr.Komenko 他們是我們烏克蘭臺灣隊的總召 就是Mr.Kulish 跟我們在臺灣烏克蘭陣線的召集人 我們馬捷新年醫院烏克蘭醫療團 是臺灣第一個前往烏克蘭的醫療團隊 這個任務能夠成功 要歸功於在座的各位 當我們透過媒體了解到當地的醫療資源匱乏 各位便積極地採取行動 前往烏克蘭執行疫症 這樣的精神和付出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我知道疫症的過程中 各位遇到了空襲警報 也仍然不為戰火繼續為當地的民眾進取治療 開刀和圍剿 大家的付出不僅令人感動 更令臺灣人感到非常地驕傲 我要向各位至上最深的感謝和敬意 我們也看到領軍烏克蘭醫療團的 我們蔡維的主任 接受當地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說這裡需要醫療的幫助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幫助他們 這讓我想起馬介博士也說過 他說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的精神 各位的行動更讓我們看到 戰爭雖然很殘酷 但是我們團結盡一份力 就能將愛跟溫暖帶進人們的心中 在這裡我要特別謝謝 我們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臺灣基督徒醫學會 以及北美入家醫療傳道會 協助主團主我們的醫療團 我也要謝謝崔團的記者 在第一線的報導 將臺灣的故事記錄下來傳遞出去 俄乌戰爭仍然在持續中 政府也會繼續提供烏克蘭人道的援助 以及協助重建事宜 另外外交部和衛福部籌組的 臺灣國際醫委行動團隊 也會在適當的時機啟動 進行後續烏克蘭的醫療援助 就在前幾天 今年的WHA世界衛生大會已經開幕 雖然很遺憾 但是 WHA並未將臺灣參與的提案納入議程 但是 我們非常感謝許多的國家 以各種的方式 來支持臺灣參加WHA和WHO 衛福部籌組的四位行動團 也前往日內瓦透過雙邊會談和論壇等活動 跟我們的友邦和友好的國家 互相交流醫療和公共衛生的成果 臺灣有醫院也有能力為國際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在座的各位夥伴 為烏克蘭的付出就是最好的示範 我再次謝謝大家 用行動把愛送到烏克蘭 讓世界看到臺灣良善的力量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